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的话呢 今天早上的早盘时间 澳洲股市一度更是冲上了5815点 这个价格呢 也是达到了过去三个月以来的最高价 那么中国股市也同样是 昨天呢 在大部分时间虽然是处于一个下跌时期 但是呢 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尾盘时间出现了神奇的反转 最后呢 还成功的上涨了一个点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上证指数也保持了过去的一个五年涨 那在其他方面呢 中国一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依然非常高 达到了2.03万亿 目前依然是保持着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同样 昨天的通货膨胀指数呢 也是达到了过去两年半以来的最高点 这样一来的话呢 使得中国对于再次降息 这个是感觉到了有很大的压力 也就是说 你的物价上涨的越快 继续呢 印钱的速度可能就会放慢一些 那么在欧美盘方面呢 英国 法国 德国基本没有变化 上下幅度都在0.3%以内 那美国方面呢 昨天是继续刷新高 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呢 纷纷创下历史最高价格 特别是道琼斯 昨天呢 更是达到了20,500点的高度 超过了20,000关键线呢 达到500个点的距离 另外黄金价格目前依然是保持在1225的上方 那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股市强劲走势的情况之下呢 黄金连续被压制了好几天 但是并没有出现过大的下跌 那其他方面呢 石油保持不动 目前也是维持在53美元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一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呢 就是目前中美货币呢 从现在情况来看 依然是维持着非常大的差距 这使得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走势呢 依然面临巨大压力 那么在过去一年 我们经常说到的话题 我们已经反复说到 就是呢 美元当时呢 利用了这个到底要不要加息 来牵制市场的注意力 那么昨天的话呢 美联储主席也是再一次讲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了一些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这一年 应该说两年时间里面 美联储呢 就是用这个加不加息 加几次息这个大的胡萝卜 吊着呢 全球的投资者 那投资者呢 就像一头驴一样 被蒙上了眼睛 前面挂一根胡萝卜 绕着这个墨 一圈一圈的再走 结果把眼睛睁开一看 原来一直是在屋子里走 那么实际上这个比喻呢 就说明啊 其实美联储呢 可能原本就打算的是年底 或者说在去年的时候只加一次息 但之前呢 一直反反复复和投资者说 可能要加三次 可能要加两次 我们马上要加息了 一直到年底才最终动手 那这样的话呢 这使得投资者在今年的时候呢 对于美联储目前的消息是大打折扣 或者说对于美联储的影响力来说的话呢 是不再像以往这么信任 换句话说的话呢 现在美联储在一月份的这个证词中 以及在昨天晚上讲话中 都没有对美元走势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依然还是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总的来说 美联储主席目前依然是肯定了 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情况 同时说到呢 如果加息过于晚 但是之后呢 又突然加息会对于经济呢 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呢 美联储觉得一旦是这个 叫这个通货膨胀开始恢复 或者达到他们目标 甚至于接近于他们的目标之时 就应该开始加息 不要再往后拖 不能每一次都拖到最后 突然两三个月之内呢 连续加两个息 这样的话 对于美国的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他的讲话呢 我们综合一下前一天 美联储另外一个官员杜德利的讲话 也是说到了 那个官员说到呢 美联储呢 今年有可能是加三次的利息 那么如果我们以三次平均12个月来算 那么就平均是四个月加一次息 从去年的12月到下一次加息 有可能就是在四月或者是上下左右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在今天晚上 美国会发布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 如果这一次的数据明显超过了预期 接近于目标 那也不排除美联储将会在三月份动手的可能 那么与之美联储这边在不断肯定 他们要今年要连续加息的这个消息之下 中国方面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 我们知道啊 之前我们反复说到过 中央在今年的货币政策 从之前的保房价已经转移到了保外汇 那说到保外汇或者说是保汇率 大家可能有个误区 觉得人民币保的呢 就是不能跌破期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保汇率 并不是说一定要保住某一个汇率的价格 而是呢 要让人民币稳定在目前的价格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它的下跌可能依然无法阻止 但起码要保证它呢 不会快速的下跌或者是跌幅过大 因此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保汇率更准确的说 就是呢 让人民币缓慢下跌 那为什么人民币会下跌 关于这一则消息呢 我想不再重复了 关键的关键就是 美国正在提高汇率收紧市场上美元 但是人民币这边呢 中国这边依然是采用的是 增加贷款信贷 以及呢 增加投资 让市场里的钱再度增加 这样的方法在刺激经济 因此呢 目前两国南辕北辙的经济情况 特别是货币政策 也使得呢 美元和人民币在长期来看的压力 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将会越来越大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以上个月的指标来看 一月份新增贷款是两万个亿 假设后面的12个月都是以两万亿一个月来算 那么一年的新增贷款总额就达到了24万亿 折合就算是除以一个7 差不多也有3.5万亿左右 美金 这么大的量放到市场里面去 那么这个人民币对内的这个贬值压力 相对来说依然会非常之高 那么如何让这个汇率稳定下来 或者说如果保证汇率不会出现大的下跌 或者说是快速的大的下跌 那只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呢 是消耗外汇储备 通过卖出美元 买入人民币的方法呢 来降低外在的压力 那第二种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内部的调节 这边呢新增贷款 但是另一边需要从市场上不断回收额外的流动性 这样一来的话呢 控制总量的前提之下 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可能相对于会少一些 那么最后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到了澳洲晚上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平均实行数据 到了晚上12点30分 是加拿大的制造业数据 以及重中之重美国的通胀数据 那美国通胀数据呢 将严重会影响到美联储 是决定3月还是4月 甚至于5月加息 到最后呢 是明天凌晨2点钟 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美国国会 再次作证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